setting 關掉了 所以 project setting 裡面的 ingest setting 把 ingest 先關掉 不然的話一進來他都會轉低解析度的影片 因為那影片已經解析度夠低了 不太需要轉 然後再來呢是我們把那個影片呢 會進來喔 會進來以後呢 把 lesson 1 background 轉成一個 sequence 其實這樣就可以直接產生 sequence 然後再把他的前景放進來 所以我們現在呢有一個這樣的影片 那我現在要去被選到前景 去 effects 裡面去找 ultra key 所以你打個 key 就會看到有 ultra key ultra key 拉到 foreground.mov 接著呢是把他的 effect control 叫出來 用低管去吸這個地方去吸 吸完以後呢這邊現在設 fit 好了 我們先看他的問題喔 他問題大概就是他的 mate 有問題 就是他的遮罩喔 他遮罩的問題點是在於他的頭部這個地方變半透明 所以我們現在先去找他的 alpha channel 在 alpha channel 這個地方可以看到他的頭部這個地方 他有灰階存在喔 應該是要純白才對喔 所以在 mate generation 跟 mate clean up 我們現在去找一下 首先呢你看這邊也是 這個地方灰灰的就是表示說他沒有完全去背 這個地方也是沒有完全去背喔 所以我可以先把他的 contrast 先拉一下 contrast contrast其實對比反差稍微拉高一點有用 但是也沒有到全部解決喔 再來是 choke 我們先看看他的 ch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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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好像還好 所以我現在要找的是 highlight shadow 首先從 shadow這個地方開始調好了 sha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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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shadow完了以後是 highlight 我剛剛是在調shadow還是highlight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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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hadow 然後再來是 patisto pattisto 還跟towers 我先解釋一下patisto在幹嘛 patisto他其實是這樣子喔 打開penter 為什麼要打開penter跟你解釋呢 因為我們的影片跟照片都會有個東西叫level 色階喔 這種東西喔 那他的色階呢 這個地方是最黑的地方喔 這邊是最亮的地方 然後這邊中間可能有一個中間階調 但是我們在重新調那個階調的時候 有的時候可以設一個地方叫patisto 比如說像這樣子 就是剛剛講的patisto 算了不要再寫啦 太難寫了 patisto是一個位置喔 這個位置決定以後呢 我可以從這個地方去縮放這一段的明暗階調 所以patisto的定義是這樣 就是定義說是從哪個地方開始去縮放你的影像的明暗階調 所以這邊會有個patisto patisto調完以後 我再看其他數字怎麼調 因為這個就是慢慢調啦 OK 好像 白的是OK的 但是 右上角那個地方好像還是有問題喔 所以這真的是不太好調 好 Solven Choken 還有一個MitPoint MitPoint Steel 看一下這個是Solven Choken 不能用Choken 太Disto了 好囉 對 OK 好了 好了以後呢 這邊再來就是把Alpha Channel再改成Composite 所以它這個其實就是 它去的品質說實在的 跟那個另外一個軟體喔 就是AE裡面的keylight比起來還是差很多 那再來另外這個地方還有一個殘留的綠色喔 這個綠色呢要用Steel Suppression 這邊有一個Desaturate 就是把這個邊邊殘留的綠色給去掉 唉唷 去太多了 Range 像我們Speel 這個效果不太好 它這個實在 這邊還是有點殘留綠色喔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 大家也只能坐到這裡吧 OK 試試看吧 這是那個Premier裡面的區別 我們大家講一下在AE裡面